嗨,大家好,我是瑞江 聽說在東京有一家店有在賣台灣的早餐 我就想說到底是道地不道地 如果是非常道地的台灣味的話 就找到一個好地方 然後我就上網查這地方到底在哪裡 結果發現一件事情是 這家餐廳是有賣世界各國的早餐 在東京好像就已經算是蠻有名的 那我上網查之後還有兩家店 一家是元素店,一家是外院前店 可是現在元素店就是這段時間沒有賣台灣的早餐 只有外院前店有 所以我今天來到了就是外院前店啦 那我們就一起去吃吃看,走!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店叫做 World Breakfast All Day 這家店的理念是 朝ご飯をどうして世界を知る 透過早餐店認識這個世界 他們認為一個國家的早餐裡面 含有那個國家的歷史還有文化跟營養 所以透過吃早餐就可以環遊這個世界 早餐的菜單都是跟各國的大使館、政府觀光局 或是各國政府機關、航空公司 又或者是住在東京的外國人一起研發討論的 店家希望可以透過跟當地人一起研發 最道地的菜單 將各國的文化傳達給在日本的每一個客人 那我自己覺得他們的店家的宗旨很有意義 所以今天希望介紹這家店給大家 外院前店跟元素店比起來非常的狹小 外觀很小 進去之後發現更小 整間店就只有一張長行坐而已 那也因為跟旁邊的人的距離非常的窄 那人也很多的關係 所以我整支片就用錄音的方式來呈現 一入座之後店員會送上菜單 平均每個餐點都是1400日元以上 除此之外還需要低消飲料一杯 那因為一開始沒想要低消飲料的關係 加上飲料之後變得好貴 我就點了最便宜的檸檬熱茶 QQ 點完餐之後看一下店內裝潢 因為是德國月的關係 牆上有一些德國香腸的照片 好像會依照每個月的主題不同 放不一樣的裝潢 每個座位的桌上更是放了介紹德國的可愛宣傳單 裡面有德國的地理位置 文化、名產、宗教、信仰 這張是可以給客人自由帶走的 我覺得還蠻有收藏的意義的 另外桌上放的餐具也很可愛 上面有一些像是蟬的可愛的小浮雕 我點的台灣早餐來了 台灣早餐有另外附筷子和湯匙 而且湯匙竟然是那種巷口麵店的鐵湯匙 光這支湯匙就先給100分了 第一樣是培根起司蛋餅 醬油高和餅皮等都是很台灣味 唯一可惜的是起司 不是那種早餐店的起司 是日本的那種很濃的起司片 吃起來有一點點違和感 因為味道太重了 第二樣是鹹豆漿 裡面有油條還有蔥、櫻花蝦等配料 我在台灣沒有吃過鹹豆漿 所以沒有辦法跟台灣的味道比較 但是這家的我覺得蠻好吃的 讓我回台灣想吃吃看鹹豆漿了 最後一樣是紫米飯糰 這個還原度就非常非常的高了 裡面有油條、肉鬆、酸菜、菜脯 跟在台灣吃的一模一樣 而且飯還不是那種普通的白飯 就是我們台灣那種糯米飯 所以這一款我覺得非常的台灣味 很感謝想出這個菜單的人 可以把台式飯糰推廣給日本人 我現在已經吃完出來啦 我現在已經吃完出來啦 那個份量加上飲料其實整個還蠻多的 就像早午餐的感覺吧 整個吃完就覺得好像午餐也不用吃了 份量很大所以還蠻推薦大家的 只是有一個缺點是它價錢比較貴一點 因為我這樣吃下來差不多日圓兩千吧 其實就是台幣六百多 跟台灣比起來差很多 但是如果你有時候想要回憶家鄉會的話 還蠻建議大家可以來的 那這裡還有其他國家的早餐 大家也可以試試看 希望他們之後可以辦台灣月的活動 把台灣的早餐推薦更多人吃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結束啦 如果說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不要忘記幫我按一個讚 然後按訂閱 再開啟鈴鐺 接收最新的通知 然後把這個影片分享給你所有愛吃早餐的朋友們 那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掰掰 掰掰